到底要我怎麼做 我想過 就這樣子離開的向前 對於愛情也不太相信 但是回憶未免太傷心 會 想你 或許會變越來越想你 真的還問到你的相機 這棟寂寞也始終想了 這感覺也算是Something Something Real Something Empty Something Lost Something 愛過你 讓我永生難忘記若回憶 恐怕會窒息 在內心 憧憬以後沒有你 別擔心 我會很曾經 想過 就這樣子離開你向前 對於愛情也不太相信 但是回憶未免太傷心 會 想你 或許會變越來越想你 真的還聞到你的相機 這棟寂寞也始終想了 這棟感覺也算是Something 妳們不是說要把房間讓給我嗎 她想給妳 想得累 大姐 還是妳要跟我睡妳的場 沒辦法 老娘只能睡上部 就是不變的定律 我好可憐 王莫 妳就任命吧 欺負若曉 沒辦法 妳是我們王家的小妹 不欺負妳 我們欺負誰 你們想幹嘛 當然是跟妳玩圓 玩小圈兒的遊戲 小圈兒呢 我看妳的小圈兒 我看妳的小圈兒 小圈兒 我看妳的小圈兒 我皮膚好硬 她的小圈兒 妳才中 放屁給妳們吻 我們永遠都不要變好不好 我 我不想要搬到別的地方住 我也不想自己住在這個房間 我想要跟妳們在一起 每天早上互相叫彼此起床 去晨戀 吃早餐 妳腦補的時候 我還是會嗆妳 妳腦袖承諾 大姐會保護我 我真的好喜歡跟妳們在一起 我喜歡跟妳們在這個房間 一起聊天 我們分享開心的事情 難過的事情 我們還可以一起分擔 妳們在一起 真的好愛妳 永遠都不要變好了 最浪的星空 最深的笑容 我不想天荒地老 妳們看我們手上帶來的是什麼 把雙的戒指 是把她送給我們的守護戒 全世界只有我們王家三姐妹才有 對 所以妳是經過地表 最強老爸認證的小女兒 是王上文 王上歡 最心愛的小妹 王上莫 所以 妳放心 我們永遠永遠都不會變 絕對不會變 奶奶 爸爸哥哥都不會變 成員會不會變多我就不知道了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這是宿便 妳要不要好好說清楚 妳跟安姐去哪裡 原來不是跟我 沒有問題 妳那是宿便有開 幹嘛 妳趕快去笑 我拍一拍 不要 我要在這裡 妳們好臭開起來了 不要 我們就要壓著 真的好臭 開心的動了 我沒寫你皮膚來看就好 現在女王都已經成功年 就擔心不去找到十號不睡 對 以後不是在想的 那妳要幫我管起我的Princess默默 好 知道 如果有狀況的話 你直接指大電話 好 那我們就說再見囉 王上好 妳怎麼會在這裡 哈囉 美心王上 妳這麼早來 是怕我們好會被搶走 不用罵 現在就送給妳 免費 那就謝了 喂 妳們 來來來來 說這艾米星真不會是我的偶像 可以幫我們爆衝一個王上好 符符貼貼的 這是我阿布常說的 一物客一物 一山還一山高 對 有一句俗話叫 演雞杯都得滾都得 大概就是這個狀況 我記得還有一句話 大家再回家 好 回家 回家 表話就說啊 不是啦 我是在想 妳不是在生我的氣 不理我了嗎 還敢說 嫌像妳畏畏縮縮的 我又哪裡畏縮縮的啊 哪裡沒有 妳那天明明都說的 好像我爸不准我們交往 妳就要立刻退出的感覺 艾米星 妳怎麼都聽不懂在說什麼 我明明就是說 我是怕妳為了我 跟妳爸又吵架 我什麼時候說過要退出了 所以是我誤會妳的 當然是妳誤會我 對不起 今天怎麼這麼乾脆 不然呢 不是 一般女生通常 不是會再耍一下小脾氣 或小韌性什麼的 也是 妳不是一般女生 喂 在說什麼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扭扭捏捏的都變了 沒有 對了 那妳今天 怎麼突然跑來部隊等我 擔心妳 擔心我 因為二姐跟你說了我跟末末的事 二姐說末末已經回家了 真的 而且二姐還說 他們之間的相處已經恢復正常 末末的心情應該調適得差不多 那就好 這件事對妳的打擊一定很大 那當然 她可是我做了二十幾年的雙胞胎妹妹 以後還是妳的妹妹 王上末永遠都會是我的妹妹 看妳這樣我放心多了 看妳這樣我放心多了 不用擔心我 完了 這幾天我應該都會待在家 陪我妹妹 可能沒有很多時間陪我 妳現在不是就在陪我玩嗎 謝謝 對了 我有帶餅乾 餅乾 妳自己考考 不是 是我朋友跟創業 然後他給了我一些 妳幫我去吃看 不知道再來給我一整理 選一個吧 這個看起來不錯 這個看起來不錯 很好 要吃好 太吃多了 我先看這個 幹嘛 很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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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怎麼樣 不錯 很醜 把你拿去 把這個 真的好 快進來 媽媽 幹嘛 沒有了 這是把剛收進來的衣服 我把它整理好 有事嗎 昨天讓妳擔心了 奶奶不是擔心妳 奶奶是心疼妳 讓妳一下扛了這麼多時間 不只是妳跟雨皇的事 還是我們一家人彼此的相助 妳的心疼妳 莫莫 真是對不起妳 奶奶還有爸爸媽媽 把這件事情隱瞞了一次不久 奶奶 我知道你們是為了我好 你們真的 都把我當成親生的孩子 跟哥哥姐姐一樣沒有分別 還記不記得奶奶跟妳說過 成為一家人 並不是血緣的關係 成為一家人是因為情分 奶 謝謝妳選擇了我 謝謝妳幫我抱回來 所以 我才能擁有一家愛我的家人 所以 我們愛妳 是絕不容易懷疑的 不會懷疑 就是因為不會懷疑 所以我才覺得 自己真的好幸運 我記得那小時候 每次妳爸爸生假回來 妳總是找一本故事書 非常安靜地跟著妳爸爸後頭 做她的小尾巴 等著她唸故事給妳聽 可是妳爸爸 偏偏偏不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 她每次念這個故事書 我們大家都覺得無趣 只有妳笑得跟一朵花一樣 讓妳爸爸好有成就感 知道嗎 所以說莫莫 不是妳幸運 是我們幸運 讓我們很有緣分 讓妳成為我們的家人 你要記得 莫莫就是莫莫 是我們全家最寶貝 最得寵的貓藥 奶奶 還有一件事情要跟妳抱歉 什麼事 因為我揭露了 妳將軍的祕密 那有什麼 妳們現在都多大了 奶奶也這個年紀了 再神的將軍 也護不了妳們了 可是奶奶說一 爸爸不敢說二 那是當然的 第一個 我是她老媽 第二 我是她的上級 無論如果她都要聽我的話 只可惜我沒有看過奶奶 做將軍神器的樣子 只能靠想像 怎麼想像 奶奶 這什麼 好可愛 是莫莫畫的嗎 不是 這是我用一個網路上的APP做的 可以選擇你自己要的服裝 髮型還有道具 真是挺有意思 奶奶有這麼可愛 真的有這麼可愛 真的 不過奶奶以前的身分是什麼 妳永遠都是我可愛 有婚禮的奶奶 一個永遠願意給我撒嬌 多一波兒的奶奶 當然了 這個世界上 有哪一個奶奶 既可以成為將軍 又很時尚 而且這麼和愛可親呢 好 我就把這個照片放在這兒 每天我早上起來 跟晚上睡覺以前 都看一遍 那個可愛的樣子 大家 我在家 我回來了 蕭豪回來了 多十塊錢 難怪你哥哥 一定會跟你撒嬌 哈囉 正好 你又不是第一次放假回家 有必要這樣糟糕天下嗎 我說二姐 你這個人已經有男朋友了 嘴巴怎麼還是這麼酸 蕭豪 回來了 張雍 好 妹 哥哥 妹 哥 不要放假回來了 你們兩個是眼瓊咬我 哥哥妹妹的一隻叫 跳著 怎麼樣 妳先是記住我們 雙胞胎感情 挺好是不是 那很嫉妒又吃醋了 二姐 我們家的醋 因為妳都不要錢 房上好 有 對了 等一下 我因為今天趕著回家 沒時間逛 所以就趕快 這個 怎麼樣 怎麼樣 喜不喜歡 是有喜歡成這樣 要買兩件是不是 不是 從小到大 別人的雙胞胎都是穿一樣的 就我們家不來這一套 害我每次都要跟別人解釋個半天 所以我就想說我們一人一見 怎麼樣 款式妳喜不喜歡 不喜歡 隔著去換 莫是個女人 妳是個男的 怎麼可能穿一樣的 媽 我都不知道 原來妳這麼想穿裙子 不是 龍鳳胎外面最多就是 顏色不一樣 但是款式還是一樣 話是這麼說沒有錯 可是雙胞胎穿一樣 都是小時候 長大穿一樣 這應該叫情侶裝吧 我不管 我就是要這樣穿 讓全世界都知道 她是我妹 那我留在家裡 當睡衣好了 我很想要跟哥哥穿一樣的睡衣 聽到沒有 妳們兩個對我最壞 妳們對我最好 適合 我覺得 我執著了 姐 妳怎麼又吃醋了 喝吧 喝一大桶去 好 二姐 沒有 但為什麼我沒有 而且怎麼樣 我們應該有一個家人裝 妳說是不是奶奶 是啊 總該有個家人裝 對不對 什麼 你把奶奶都忘了 奶奶 我沒有忘記妳 我身上的錢 就這麼多 只夠買兩件 少來 等妳就騙死 好啦 以後我買一人一件 就當家族服 一起出去穿 我跟你講 妳尺寸一定要合適 我才不要穿那個 好大好大那種T恤 像大冬瓜一樣 在馬上能亂逛 奶奶 我電話我去接一下 這個幫我保管好了 好 我幫妳保管 我也不要像大冬瓜一樣 當然不會 我會幫妳買那個XXXXXL 讓妳當布袋穿 好酷 晚上好 丟 這個妳也能丟不到 喂 默默 可以單獨跟妳聊聊嗎 家裡人都出去了 不會有人打擾 請坐 請喝水 謝謝 好 請 默默 我知道妳不想見我 但是有些话 我觉得要说清楚 否则你会更难过 我认为有必要让你知道 我心里的想法 囡囡说 你有你的苦衷 再多的苦衷和理由 都只是我不负责任的借口 当初男朋友是我自己挑的 因为我还怀孕 决定怎么处理 也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剩下你以后 我没有办法承担责任 虽然那个时候 我也觉得是走投无路 但是有很多情况 比我遭到妈妈 他们都没有抛弃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是我的软弱 还不够坚强 让我做了放下你的决定 后来我写作 照顾孤儿 甚至努力寻找奶奶 只是 以寻找爱人为借口 就是不敢面对 更想找女儿的我自己 二叔 因为从我放弃你那一刻开始 我就觉得 我已经没有资格当一个妈妈 就算只是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都是一种自私的打扰 所以我只能自欺地 以寻找奶奶为借口 希望有一天 去拜见 感谢恩人的时候 能够有机会看你一眼 后来 从奶奶口中 知道你是我的女儿 我好开心 因为我一开始就已经喜欢你了 可是 我心里还是很忐忑 我怕你知道真相以后会恨我 我没有恨你 谢谢你不恨我 默默 我过去做错的事 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我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可是我很庆幸 我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 把你交给王家 正确的决定 就像王家 那样仅仅相依的温暖 才能教养出 像你那么单纯 体贴 敏感又正直的心性 这是我再怎么爱你 都没有办法给你的 就连我自己 也是认识了王家仁一家人之后 才真正感觉到 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你看你 我才输了一点过去的事 你又再开始为我担心了 对不对 默默 你之所以是你 是因为你是王上母 是王家的小女儿 并不是因为 你是我叶智玲的女儿 我想多亲近你 并不是要求得你的原谅 我只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份 守护你的力量 所以我早就答应奶奶和老师 绝对不会剥夺你 现有的一切 如果你还担心的话 我甚至 我可以离开 只要是对你好的 我都愿意去做 这也是现在 我唯一能替你做的事情了 我要说的就这些了 你可以慢慢好好想一想 那 那我先走了 已经知道的是 就算不见面 也没有办法假装不知道 就像你说的 我是王家的孩子 关心你 想给你家庭的温暖 这些 这些都是我爸爸妈妈教我的 所以我会努力做到 谢谢你 只是这几天 他们因为担心我 心情很不好 心情很不好 我希望能够让一切平静下来 你可以支持我吗 我了解了 谢谢老师 我才要谢谢你 让我保留了 那么帮你为助理 放墨一个人在家跟女皇谈 我真的很不放心 二姐 如果你要回去看 我跟妳一起 走吧 你们俩给我坐下 小多事 我 其实你们真的不用这么担心 我跟在老师身边这么多年 刚开车载他过来的时候 第一次看他这么紧张 所以不管老师他要说什么 一定不会为难王上莫的 我是怕默默心情才好不容易 平静了一点 就要被他忍哭了 你们要相信默默啦 你们要相信默默啦 对着他对女皇的感情 又不是当他主理开始的 是从看到女皇的第一本书 一点一滴 这样累积来的也是吗 嗯 女皇也是 她是默默的母亲 一定知道怎么样做 才是对默默最好的 嗯 默默说你们可能会在这里 所以要过来找大家 哦 来 志玲啊 巷口有家卖米粉汤的 非常好吃 你陪我一会儿去 带回来给大家吃 啊 哦 好 你还好吗 既然是事实 那就是些什么 那你和女皇 决定怎么做了吗 所以 以后就知道默默的意思 一切都维持原状 你们选择了一条最辛苦的默默 不辛苦 只要默默不在男朋友 默默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 而且还有我们在 我们会陪她一起做活 好 谢谢你干吗 哎呀 都是一家人啊 以后不要再说谢谢这种话 所以以后就装默默的意思了 留在家里工作 我会让安杰过来 带她一起工作的 所以你要跟女皇 一起继续工作 这样也好 毕竟女皇还是奶奶跟女儿 妈妈 默OK 我们当然就OK了 OK 一切都OK 万事OK 王看默 回家吧 不要 我们在这边再坐一下好不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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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帽 你是不是想到那天 恩慈阿姨还有木头叔叔吵架那次 对喔 那天我们也是坐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也要来吃冰啊 你们在说什么啊 什么吃冰啊 不知道啊 那时候还没有你 对啊 那天就是想想跟我们家四个还有老爸坐在这里吃冰 没有关系 我现在去买冰回来给大家吃好不好 不用 你买的冰吃了会拉到肚子 上次你就是这样 什么 我没发落到是吗 就是上次 好啦 小豪 你不要再找小姐姐麻烦了 毕竟昨天是他陪默默一天 还安全把他带回家 大姐 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你不用感谢我没关系 谁要谢谢你啊 是我今天心情还不错 不给你计较 艾恩 说到心情 你跟美欣很好了没 你干嘛突然提这个 就上次你跟她吵架以后 她一直很沮丧 跑来找我吐苦水 你们两个是怎样 才刚开始交往 就一直吵架 你跟艾美欣在交往 对啦 怎么样 不行 可以啊 可以 所以你上次说的壁咚 是因为 告诉你 江安姐 你敢说出来 我就永远不会原谅 所以 跟美欣已经玩壁咚了 你们已经进展到壁咚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 一笔话就有说起来 那是我说的 可是是你提的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每件事情都怪我头上 江安姐 你当经纪人太可惜了 怎么不去当广播员 别人的事情这么来讲 你 我又不是自己想要知道的吗 对 可是是你自己把秘密 跟Angela说说 谁跟她有秘密 那穿过吗 你跟Angela说了什么 跟美欣的进展吗 有 有 王上豪 你不错嘛 那现在牵手没 牵手没 牵手没 大姐 牵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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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 你 你也敢弄我啊 张安姐 你这个忽男忽女 不对 你这个布男布女的Angela 都是你的错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你还敢讲什么都没说 不要逃避话题 所以现在什么程度 不好意思 家里有事情耽搁了 现在才过来 没关系 总编 今天假日加班 应该被我们打卡吧 也是 谢谢总编 请我喝果汁 我请了 不是吗 因为你给我十几九是中午到 然后果汁也是现在送到 还有这杯特条 是特别指定给总编的 所以 不可以以为 应该是哪一个部门 知道我们今天要加班买的吧 谢谢 那个红酒的牌板 你拿来给我看一下 好 我现在去拿 不会吧 没有未见来见 喂 天天 爸爸 我问你 爸爸是不是回来了 爸爸要我不可以告诉姐姐 好 那外婆在吗 我想跟外婆说句话 可是外婆现在在房间里做功课 很忙 做功课 因为外婆说小猪叔叔等一下要过来开会 所以她要先做功课 开会 那是不是开会里面也会有爸比呢 我不知道 爸比叫我 不可以跟姐姐说她在哪里 所以我什么都没有说 好 天天都没有说 但天天也不可以告诉爸比姐姐 打电话过来 好 我不会说 一定不会说 拜拜 明明就回来了 也知道我在公司加班 还买了果汁给我 社长 你回来了 对了 总编呢 他还在开会吗 总编离开公司了 可是现在这个时间 他不是在编辑部开会吗 本来是 但总编已经把下午会议提早开完 我就说他回家了 回家 你从东京回来了 我怎么都没听姐说 我昨天晚上才到了 没有通知上回是因为 本来想给她一个惊喜 对了 他在吗 他不在 他去公司下班了 公司 但是我刚刚从公司过来 他的助理说他已经回家了 没有 他刚才还打电话回来说 他不回来吃饭了 你有打他手机吗 有 我打了 但都没有人接 去哪儿 你这还是跟以前一样 都没变 就是只要遇到我姐的事情 就 变得很错 好了 不要说我没有提点你 我姐很忙 我知道 所以你要给他惊喜的话 好歹也要弄清楚他的行程吧 要不然你们这么久没见面 如果惊喜变成了惊吓 那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弄巧成拙 我姐是一个照着练习 在走的人对吧 所以任何练习以外的事情 对她来说都是突发状况 你说是惊喜还是惊吓 我是不知道你在东京有多忙 有没有每天跟我姐一起通电话 知不知道最近在她身边 发生了什么事 上文怎么了 她发生什么事了 你如果真的担心她的话 就应该自己去问她 今天谢谢你 我先去找上文 紧张成这样 不错 有进步 姐就交给你了 未来姐夫 吓文 她要跑去哪儿 我找不到她了 好 少文 我已經在樓下等你 快三個小時了 Luci 但是我剛剛少文怎麼沒看到妳 我怎麼知道 你眼裡根本沒有我 不是的 少文 我可能是因為 一直找不到妳太心急了 沒有就遇到旁邊的事情 那你說其實要見我 那為什麼回到台灣 也不跟我說一聲 天天告訴妳的 天天沒有說 他只有說爸爸不准我告訴你 他回來了 天天怎麼 你居然還要天天幫你瞞著我 不是這樣子的 現在薛總在櫻翁天必須飛歐洲 一趟 所以我也是臨時決定先飛回來的 然後 然後 你繼續解釋 其實就一句話 我很想妳 我很想妳 所以 本來是想要給妳演驚喜的 但是 我還像少文所說的一樣 我把驚喜變成了驚嚇 妳真的很不會安排驚喜 妳覺得我看到果汁之後 會猜到妳已經回來了嗎 那是因為我早上 帶田田去喝果汁 我本來想要帶一杯 拿去公司給妳喝的 但是 田田跟我說 我們這麼久沒見 應該要給妳一點驚喜 田田說的 所以我才叮嚀她 叫她先不要跟妳說 看來你是被妳的寶貝女兒整的 順便把我拖下水 讓我等了三個小時 是我真的太笨了 田田呢 跟玉婷還有去總台去吃飯 其實我原本已經訂好餐廳了 打算去公司接妳下班 但是遇到妳的助理 她說妳已經先回家了 打給妳又不接 就連敢去妳家 我怎麼找不到妳 妳都沒有想過 除了我自己長大的家以外 有一個我喜歡的人的地方 也是我家嗎 妳說的家是指我的家嗎 妳看 妳都沒有這樣想 我都留了線索了 結果還是只能在門外等 連家門都進不 其實大門的密碼 妳可以換田田的 我要妳親口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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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是我另外一個家 妳幹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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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幹嘛 以後這就是你的新家 所以新的密碼 你來決定 那你不准偷看 好 好了 我剩了六個數字 那六個數字 我告訴你 你自己猜 來 我問你 默默的生日是二十六號 那我呢 我問你 默默的生日是二十六號 那我呢 可偶爾會想被放逐 在自由的國度 愛我就明白 只有我最清楚 有些心情像一本書 要親自去閱讀 陪你醒的我感觸 陪你醒的我感觸 是每個人的天賦 和世界保持距離 想著想啊想要 保留無人的淨土 我敢在你懷裡面對我孤獨 請聽你心中跟自己傾訴 總是屬一個人兩個人的好處 想不起和自己怎樣同感共苦 我敢在你心中享受我孤獨 我的堅強和你柔情沒有衝突 有你我很幸福 就像我擁有我很滿足 我愛你 我愛你